同学们好,下面我们这个审计的串奖班进入第二章 第二章审计计划,挺重要的一个章 它属于关键章,因为年均分值上了十分了 所以属于关键章,这种章在整个23章里边为数不多 也就那么几章 这个考试呢,大部分都是选择题 86%的比例,简达总和占的比较少 但应当说哪一年的简达总和里边都离不了重要性 偶尔某些年份,它关于重要性还可以考简达题 那一考就是六分 所以过去的这些考试信息只是一个参照 对吧,它并不是对今年的一个约束 只是对今年的一个参照 所以今年并不受这些考试信息的约束 我觉得重要性的内容 你还是要防止大体的 按照考简达,考综合来应对 那么重要性之前的内容 都可以按照选择去对待 多看 记不住呢,也没太大关系 因为你按照选择去对待 它写出来,你辨认,对不对 所以你熟悉了,理解了 关键点都抠到了 那么应当能识别出来,对不对 对吧 但是如果简达题呢 某些点子上要考虑几个事项 少考虑一个,你得补 你这不备怎么行啊,对吧 所以这个重要性之前的 就第一节,第二节 这个按照选择去对待 第三节,尤其重要性 要按照简达综合来对待 这个第一节是初步业务活动 考评呢,也不低 80% 考评虽然高 但是大家注意 五年里边有四年考 那考评就是80% 对吧 但是每年都考一分 那其实也可以忽略 跟你讲实话 所以考评高不代表考分高 所以这第一节就是考评高 考分低 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什么节呢 这么一种 十之五味 弃之可惜的这么一种章节 但是我为了提供 有限保证 那这种节我不敢删掉 好,这个第一节 第一个部分呢 是初步业务活动的内容和目的 这个内容和目的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大的方面是一样的 把它区分清楚 看考试题如果是多选题 单选题里边 他问的是内容还是目的 还是内容也不提 目的也不提 对吧 说进行初步业务活动时 或者开展初步业务活动时 下载各项中需要考虑的有 那又没说目的 也没说内容 那就内容目的都可以选 对吧 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子 审计的前提条件 有两个 这个我们第一章就说过了 他要愿意出选择题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题的知识点呀 接下来关于审计业务约定书 这才真正是那种实之无畏 气质可惜的内容 那么有业务约定书基本内容 可能十年八年考一次 但也许2022年就考到了 你看着办 还有审计业务约定书的特殊考虑 我加了两个字叫印证 我在后续各张不少地方的加印证 就是说这种内容你不需要背 但你真的需要看一遍 用心去想一想 有些你本来很熟悉的 就过呗 有些可能是打个科班 你好好想一想怎么回事 弄明白就够了 因为考评不高 考的话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 需要印证印证 这个内容还挺多的 接下来关于组成部分审计里边 关于业务约定书签署的时候 也要考虑一些 可能考虑一些内容 也是需要印证的 特殊考虑都是要印证的 好了 那么关于业务类型的变更 这个地方过去五年百分之二十的考评 但是我认为你今年当时百分之八十都不过分 因为在业务约定这个部分里边 你尽管前面写了那么多 但还远远考不过业务类型的变更 尤其高保证程度变为低保证程度等等 那么准则也好 教材也好 写了三个经常变动的原因 但是其中 这个前两个应当认可 第三个不应当认可 对吧 好 这个可能更可视 好 如果是变更的理由是合理 你是认可 那就是配合 那么在变更之前 可能做了一些审计程序 变更之后 那么除非变更以后的业务报告要求写 否则不要写你在审计里面已经执行的程序 否则会让人误解 对吧 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是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 大家看到它的节的考评才百分之二十 就整个这一节里边 五年里边大概有一年考试 大概这样子 这个 第一大部分是关于总体审计策略 要求大家印证 你知道一下总体审计策略 包括四个层次 对吧 有审计范围 审计时间 这个审计的方向 审计的资源 然后呢 范围类好 时间也好 方向也好 资源也好 里边都写一些内容 能不能区分开 范围里面大概写什么 时间里面大概写什么 或者有一条内容 它属于审计范围里边的 还是属于审计方向里边的 能够区分开 就可以了 这个总体审计策略 也许十年考一次 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一共四个层次 每个层次都看一看 我在基础班里边 对于这个总体审计策略的 都讲些什么东西 还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再回一回基础班 那么总体策略 那么多内容 但是考试的话 它可是比不上具体审计划的 具体审计划没几句话 但是可能更爱考 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职业资格考试 它就考察你 考过了以后在事务所工作 还没注上策别 做助理 对吧 你能不能适应事务所的工作 而不是让你当领导 当合伙人 那总体策略是合伙人制定的 这具体计划是项目组成员执行的 对吧 这不一样 更适合我们这种考的那种内容 所以具体计划的核心是审计程序 对吧 然后程序包括什么 包括三类程序 好 第三部分就是审计过程中 对计划的更改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很正常 并不能说计划制定的不当 而是情况变化 出乎预料 谁能把后面的变化能预料准 那就可以作为神仙了 给你讲 用不了考诸块了 好 所以它是一项持续的 不断需要更新的过程 从审计工作开始 到提交审计报告为止 大概都要做计划的制定 修订 更改等等 对吧 好 关于这些 我课件里面 窄露的这些话 都是考试中的精华 今年考这句话 明年考那句话等等 对吧 有的时候它会反着来论述 因为它总得让你找出一个错误的 你比如说 咱们正面说 计划工作是一个持续的 不断修正的过程 贯重于整个审计过程的始终 咱们本着这个贯重于 整个审计过程始终 这句话 他考试就可以把它说错 说是 注册块是应当在实施阶段之前 完成计划审计工作 错了 计划审计工作完成不了 什么时候完成不了 审计工作结束 它才能完成 不要以为在实施程序前 要完成计划工作 不是的 因为它是贯重于整个审计过程始终的 是持续的 不断修正的 对吧 那他也可以冲着不断修正这句话 他说 注册块是在 这个评价审计证据的阶段 对吧 这个不能再修改审计计划 那错了 任何时候一旦被更新 或者被修改 就按照更新的执行 对吧 好了 所以每句话都可以考 我跟你讲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如果时间允许 你试着把每句话都反着说行不行 这样你可能更适合考试 更适应考试 你把每句话都反着说一说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也是 叫做 七之可惜十之无畏的 就是指导监督复合 谁做指导监督复合呀 项目合伙人 这不是项目都成员的事 但是也许五年会考那么一次 所以注意一下 指导监督复合的性质事件范围的话 取决于哪些因素 取决于私因素 这是以上 第一节第二节 我说你都按照选择去对待 通常是可以的 第三节那就不一样了 第三节是 这一章的核心 第一个部分是 侧暴的原因与类型 我倒觉得这部分 是可以按照选择对待的 考大体的可能性呢 比较低 但是大体里边可能会应用 可能会间接的考 我给你讲 好 侧暴呢 是有原因的 有什么原因 第一 你猎豹 披露 不符合编制基础要求 第二 你跟注册怪事判断不一致 就这两个方面 那就是你的错报 还有 错报不会孤立发生 一项错报的发生 可能表明存在其他错报 这就是说 这句话就可以考应 对吧 这个发现了某个错报 他把这个错报改正了 调整了 注册怪事就满意 那不行 也得看看有没有其他类似错报 尤其那些系统的系列的错报 对吧 比如说系统参数设置有误 发现一项错报 然后他把它更正了 那参数不改的话 那注意 通过的系统的所有的业务 都可能会错呀 对吧 你得看一看呀 包括抽样 他把样本错报更正了 你就满意 那不行啊 你要根据样本错报 推断总体错报啊 对吧 所以 这句话就可以考应 好 错报的类型有三种 大家呢 注意选择题 对吧 那么下面就开始 要进入 你可以当作 简达综合的 这个部分了 当然选择更不在话下 这才是这一章的重中之重 从第二部分开始 从第三节第二部分开始 关于重量性概念的理解 每一条都可以作为 选择题里面那个事项 一个选择题就五个事项 对吧 每一条都可以 你比如说 如果合理预期错报 单独 对报表 这个使用者的决策 造成影响 那认为就是重大的 那他没说汇总啊 那可不行 对吧 还有最重要性的判断 他说根据具体环境做出的 并受错报的起因和 和性质的影响 或者受两者共同作用影响 那他可能说 要么受性质 如果不受性质的话 可能受金额 那就把两者割裂开了 其实两者同时可能影响 还有判断某项错报 对报表使用者是否重大 是在考虑报表使用者 整体的共同需求基础上做出的 他可能考虑的是主要的使用者 那就错了 所以下面 三下面这句话不就是了吗 对吧 这个不考虑 对个别使用者产生的影响 对了 这就是 但是过去都考过大几个影响 那么接下来第三部分 确定报表整体重要性的方法 这是40%的考评 分两处 所以除以二 对吧 一个是确定原则 这个要考虑因素呗 考虑哪些因素啊 背景单位去缓进 报表各项目的性质及相互关系 则报表项目的金额及波动幅度 就这些 少一个都不行 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这就是简答题就可以考虑了 他可能说了两个 对吧 另外呢 重要性有例外 这个确定重要性的时候 不需要考虑什么 不需要有具体项目 计量相关的固有不确定性 好 下面他还有例子 是不是啊 那么确定整体重要性的时间呢 这个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时 就得确定 定了以后才能风险评估 对吧 那么确定整体重要性的方法呢 这个首先 确定重要性它是个职业判断 其次方法来说 选基准成比例 好了 这些都是大体的素材 大家注意啊 接下来是选择基准 要考虑的因素 这是非常好的选择提素材 考虑哪些因素 对吧 这个这个相关的财务数据 通常包括前期财务成果等等啊 为什么考虑前期 因为你是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时 你来估计基准 基准的数 当年的基准它没出来的 比如说你以数为基准 那你三月份五月份 定基准 那当年的数据到年后才能出来啊 所以你所谓的基准 其实是参照以前的财务数据的 对吧 就这个意思 这个基准 有一张表 这个表我就不细讲了 这个表呢 是非常容易考试的 表里边很具体的一讲 什么时候采用什么什么 如果波动比较大 要考虑过去三到五年的 对吧 那过去三到五年的 如果还不行呢 那些可能要换基准来吧 等等 对吧 好 这个关于基准的部分 写的很多 这都要按照应用的考试来对待 每句话都可能 比方说 如果你要换了基准 用新基准定的中和性 不宜超过上年的中和性 这不都是个硬杠杠 对吧 另外呢 基准当然希望能保持稳定 但并非必须保持一贯不变 所以简答题 选择题 可能都有一句话 让你看看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基准一旦确定 应当保持不变 那错了 说基准不能随意更改 那是对的 因为尽量保持稳定 对吧 基准考虑以后 有百分比 百分比首先也是个职业判断 另外呢 这个跟技术有关系 技术越大 百分比会越低 对吧 确定百分比的时候 也要有一些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公司 是不是上市公司 或者公众利益实体 这是个大因素 除了此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 这是选择题都要考虑的 都要考虑的 然后职业判断 也不是就没有参照啊 职业判断大概有规律啦 他说什么时候百分之五啦 什么时候百分之一啦 但是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是职业判断 接下来是确定认定层次重要性 这个不太常考啊 但是 对应当说 通常都没有 虽然不是强制的啊 但是通常都要定 当然考试他不是主角 有个硬杠杠是认定层次重要性 不管这认定层次再重要 再牛 你的重要性也要低于报表整体重要性 等都不能等 一定要低 这位低多少没有规定 但是一定要低 什么时候需要认定层重要性 他列了几个情况 注意选择题 好 实际执行重要性 这个我说 他的确定 他的运用 各占百分之六十 他的确定也有百分之六十的考评 他的运用也有百分之六十考评 确定 大概需要记忆 这个 确定实际执行重要性 需要考虑什么 需要考虑整体重要性 认定层次重要性等等 对吧 这个大概都要考虑的 然后考虑因素是哪些 首先告诉你 他不是个简单机械计算 你信不信 简单题里面可以说 一旦报表整体重要性确定了 那么确定 在这个基础上 确定实际执行重要性 就属于简单机械计算 那你懂的话 一看这就是胡说八道就错的 你不懂的话 觉得有道理啊 是不是 他不是简单机械计算 他需要运用职业判断 什么叫运用职业判断 就是让你参考一些因素 做出决定 所以那因素 是准则定的 决定是要自己做的 有哪些因素 这不就列了吗 你说你不记行吗 对吧 要记得 通常而言 那个比例就是50%到75% 这是大概给你画了个范围 但是也不能 也不是说不能超 也能超 对吧 但通常不要超 可问题的 就算不超这个范围的话 什么时候往50%这压 什么时候往75%这靠 对吧 那也有规定 你看就有规定 这规定啊 非常爱考试 他有的时候 可能会把这些条件呢 跟你隐藏起来 你比如说一个简答题 他在体贸部分就告诉你 是首次接触委托 神王宝公司财务报表 然后在事项里面 他并不提首次接触委托 但是我上面已经说过了 那下面的事项里面 他可能说连续审计项目 以前年都调整较少 你觉得这就是75% 在实际上首次接触委托 就这一条 就够50% 这个考虑了 所以下面就 被靠边站了 所以出起呢 还有出起的那个灵活性 什么时候较低 什么时候较高 这个我看 记忆是必须的 然后你还要会运动 你还要经济起人家 把这个条件藏在那儿 把那个条件藏在那儿 对吧 把那些重要的条件藏起来 隐蔽的告诉你 然后呢 可能给你来一个烟幕弹 对吧 你还要经济起这些考验 接下来是关于实际执行 重要性的运用 我说这个也占60% 这个运用呢 还是确定 比如说审计的重点领域 这个哪些要实施审计程序了 等等 对吧 你说比如说高估的 你这个项目猎豹 金额超过实际执行 重要性 对吧 那你要全错了呢 不就是有可能重大了吗 有那个重大的潜在 这个实力了 对吧 但是低估的呢 他可能会说 因为他低于这个项目 低于这个实际执行重要性 所以他不实施程序 那你错了 对吧 低估不行 5B也不行 不能只看实际执行重要性 高估能看 其他的呢 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而另外呢 还有更具体的运用 可能这个 包括实时分析程序 实时审计抽样 做区间估计了等等 对吧 也不都得要实际执行重要性 好 最后呢 是关于明显微小错报 领解值 关于重要性嘛 当然有计划的重要性 实际执行重要性 明显微小错报领解值 当然啊 除此之外 那还有对重要性的修改 那是如此类的啊 但是作为重要性 水平 各个层次的重要性 那当然明显微小错报 领解值也算是一个啊 他这个考评百分之六十 你按百分之八十都不过 跟你讲 首先明显微小错报领解值的概念 这个概念 在大题小题都考过 这个明显微小错报 是会总数 也明显不会对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不是不会 是明显不会 属于明显微小错报的话 就不需要累计 达到超过 超过的话就要累计 累计的话就得让它调整 不要觉得我最后累计了半天 也没达到实际执行重要性 那就不重要 对吧 也没必要建议这个 这个它调整 只要累计的 都要建议调整 这个以前的说法 不太一样 你要说十年前都不是这样 好 这个什么叫明显微小的 就是单独来看 会总来看 金额也好 性质也好 都是明显微不足道的 所以四个方面看 都明显微不足道 不能仅仅那句金额明显微不足道 就说它的明显微小错报领解值 那不行 对吧 这都是按照应用 主要应用 我们来说的 有一句话 我涂成了这个颜色 对吧 这个蓝颜色 就是特别重要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 需要累计 达到明显微小错报 理解值的每项错报 达到的话 一定要累计 我再顺便说一句话 这个 其实也应当涂成蓝颜色 就是 评价错报时 应当要去观察 更正所有超过 明显微小错报 理解值的错报 或者所有累计的错报 什么时候累计 达到明显微小错报理解值 就要累计 累计了 你就得更正 不要觉得累计了以后 最后金额也不大 不建议更正 要更正的 这是必须的 后面还有一些概念 明显微小不等同 又不重大了 什么等等 还有明显微小错报 理解值也有些考虑因素 所以无论是计划的重要性 尤其是 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还是实际执行重要性 还是明显微小错报理解值 只要是重要性的概念 都有考虑因素 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判断 这些考虑因素里面 有些是类似的 有些是不同的 你像实际执行重要性 明显微小错报理解值 都有 以前年都识别的超报 那计划的重要性 就没有这个东西 这些都得踏踏实实 记忆备一备 最后 有些经验之谈 它的一些比例 这个大家都一当 记住心中的有数 好 第七部分是 审计过程中的重要性水平的修改 因为它是指约判断 贯传于始终 所以由于存在下列几种原因 所以需要修正 哪些原因 有三个 注意选择题 然后一旦修改了 尤其新的 修改后的 报表整体重要性 比原来的更低 那你可能要考虑 修改什么 损计证据的充分性界限 还有风险评估等等 一系列的修改 当然更需要修改 什么实际执行重要性 等等 可能大概都需要修改 好了 这一章 我们就说这些 好 同学们辛苦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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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